其實都是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這些爆料的事情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盡量趕快解決這件事情 那所有家務事是不是一次講清楚 對啊 真的就是一次講清楚 然後真的很不好意思 這些這次的團隊 然後這是亞冠賽的焦點 就是被我的家務事給多虛這樣子 我是覺得跟這些這次的團隊 真的非常的保存 今天在練習前是不是也跟隊伍說了一些反思 對 就是因為自己的家務事 然後影響到球隊這樣子 又跟他們道歉 今天哥哥好大陸 你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對 對你這次比賽的心情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不過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趕快完畢 就會對我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比賽就比賽嘛 巧思巧思就分開 是不一樣的事情的 還有其他 請問你為什麼選擇在 開始比賽中 就覺得趕快結束 對把這件事情能夠說清楚 講開就好了 嗯 嗯 所以就選擇在 正在開始前 把事情講清楚 要自己的面臨在 也不是說正式比賽 因為時間點 剛好是這個時間點 然後 一次講完 然後講開了 然後自己也可以專心的比賽 這樣子 嗯 還有 因為相信我自己也不知道 也沒有說什麼 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我自己都寫在Facebook 講得很清楚 然後 其他事情 就 由經濟公司去處理 對 跟家人也講開 對啊 對啊 那因為那個哥哥的Ruven 他也有講說 等到比賽完之後 要再跟你解釋 或者是講清楚之類的 所以之後 你會 就是試著 譬如說跟哥哥 釐清這狀況嗎 還是說 反正你已經講清楚了 對啊 自己都講清楚了 就不需要再 對啊 對 所以那點說 波文之前 你有跟爸媽先 講過這個事情 有有講過 講過才會這樣 嗯 因為爸媽也擔心嘛 對 然後事情講開了 然後自己都輕鬆了 爸媽也支持這樣 嗯 在看爸媽啊 對啊 事情講開了嘛 然後 你覺得 自己該做自己的 對 事情做好就好了 對啊 大家應該知道做 怎麼做 大家都是大人 不用我們去教 這樣子 對 所以昨天發文之前 其實 該做溝通 或是自己的想法 就是 那樣很久才做這個 嗯 對對對